这首歌出现之后 引起了香港音乐界的注意 分别有两条线 先后找到了静腾珍艳方面 一条线是陈慧贤的制作公司保利金 上世纪80年代的香港歌坛 陈慧贤与关书仪林一连 和刘美军并称四大女生 在那个天王巨星 竞相争念的时代里 陈慧贤的歌声在音乐市场上 可以说是独树一帜 但就在他的演艺事业 蒸蒸日上的时候 陈慧贤毅然决定暗暇暂停进 因为自中学时代 他就一直在忙于音乐 读书成为了他的愿望 虽然这个决定近乎于退出乐坛 但是所有工作人员 都追踪了陈慧贤的选择 并决定给他一个完美的谢幕 公司决定为他办一场告别演唱会 并发行最后一张专辑 当然这张专辑 永远是你的朋友的主题 自然就是离别 陈慧贤的制作团队 看中了静腾真艳的《夕阳之歌》 觉得这首歌 虽然没有过于激昂的旋律 却在平淡中透着忧伤 与陈慧贤离别的主题十分吻合 于是找到静腾的公司 要到了改编权 请了填丝人林振强重新填丝 《千千雪歌》一经推出 就受到了极大的反响 成为了当时传商度最高的一首歌 一时间大街小巷 都是这首歌的旋律 据说当时 成龙也是《千千雪歌》的超级歌迷 拍戏的时候会在片场循环播放 陈慧贤在告别演唱会上 用这首歌表达了所有的情感 再次令《千千雪歌》 鸿遍华人社会 唱至《皆知相闻》 而另一条线是找到静腾珍宴本人的香港歌手梅艳芳 梅艳芳和静腾珍宴在1985年 静腾来香港时就认识 因此梅艳芳直接联络静腾珍宴 取得授权翻唱 原本梅艳芳应该会比陈慧贤先一部推出歌曲 但当时梅艳芳正在拍摄电影《英雄本色3》 想把这首歌作为主题曲 便要求此人陈少奇 根据《英雄本色3》的剧情来修改歌词 结果耗费了很多时间 所以《夕阳之歌》在1989年8月推出 比陈慧贤的《千千雪歌》晚了一个月 有人说陈慧贤的《千千雪歌》唱的是柔情 梅艳芳的《夕阳之歌》唱的是自己 2003年 梅艳芳在患宫颈癌晚期的情况下 在红堪体育馆一连开了八场演唱会 在最后一场演唱会结束后 他披上刘培基先生设计的《米白色婚纱》 在众好友的陪伴中演唱了《夕阳之歌》 我是一个歌手 但我也是一个演员 穿衣服不是我第一次 不过没有一次是属于我自己的 这个也是我 可能是我一生的遗憾 但是 我有你们的爱 我会将这个遗憾又填补了 我将我自己 假的音乐 假的给你们 选择这首歌给你听 《夕阳之歌》 希望你们喜欢 从而受几多风雨返 天智我教错我愿望 每眼方曾说过 《夕阳之歌》是他一生的写照 更令人为他唏嘘感慨 无限感伤 好歌的生命力总是能跨越年代 历久迷心 在两首粤语歌之外 日文原版的《夕阳之歌》的旋律 还被翻唱成国语版本 这就是由台湾女歌手 李易军翻唱的《丰浓的承诺》 此外张志玲和许秋怡的对唱《梦断》 1995年歌手黄颖玲翻唱的《天之地之》 也都是《改编思》这首歌 而1990年 张国荣在他自己的 《告别演唱会》上的版本 也成为这首金曲最有名的翻唱之一 《千千雪歌》还有英语 越南语 泰语的演唱版本 这么多的版本 最成功的还是《千千雪歌》 当然 这是日本音乐圈作曲能力的反应 但跟中文的填词能力 也有着很大的关系 日文原版歌本来是一首很悲伤的歌 到了香港以后 经过重新填词 音乐人看着新歌词 觉得中文歌词不再悲伤 而是伤而不悲 因此在编曲的过程中 将曲调变得轻快 这样做出了《千千雪歌》 连静腾珍艳本人听了之后都说 《千千雪歌》更好听 《千千雪歌》成为离别之歌 当人们想说再见时 没有其他歌比《千千雪歌》更合适 2015年 广州恒大球迷 在欢送领队礼皮的时候 就有了万人大合唱的场面 让我们再回到开头 听一听周深的演绎 他运用自己的唱功 语言天赋 把日语的《西洋之歌》 粤语的《千千雪歌》 和国语的《风中的承诺》 这三味真火练在一起 焕发出一种全新的独特演唱魅力 这样一首经典 有着如此多故事的老歌 被一代代的歌手传唱 历经几十年岁月